前兩天才弄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提高效率 不是被人秉死 誰負責唱歌 誰負責彈琴 一兩首不用多的 幸好我也有準備 我真的想介紹一個坐船過來 坐船過來接這樣才行 看順得 真是得 來順得 一定得 翻順得 什麼都得 耶 我的母親也是一個創業者 先從縫紋機開始做起的 也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浪潮的第一波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他們裝衣車 熱火朝天的從早裝到晚 原先我們都是很崇拜他的 就是覺得特了不起的 父母深知創業不易 希望鄭問朱能夠讀書深造 日後成為香港的一名公務員 然而進入中山市華僑中學後 鄭問朱誤入歧途 猛懂的創業史由此開啟 在高中的時候都不清楚的 什麼叫做生意 什麼叫商業 就很想說賺到一些錢 帶學生一起到山區支教 我們當時叫綠藝環保公司 最初就先從收費品開始 我們一周賣了四百塊錢 當時不會覺得這是一個丟臉的事情 那麼想一個學期展下來 我們有兩萬多 好開心 經過醫學期的努力和資金的積載 公益活動終於得以啟動 但當務之急 鄭問朱和他的團隊 必須儘快找到適合支教的學校 我就開始批點批點的開始去煩領導 我就把我能打的老師的電話 能聯繫上的朋友我全部都煩了一遍 最後我們就找到了一個在清遠靜壇宜中 最終確定了15位小老師 跟著我們一起去支教 挑戰難度非常大 誰知道整個鎮上的孩子 最小的只有四歲 最大的已經到高二了 一下子搞了130多人 當時我們自己都是高一高二 你要知道這個跨度那麼大的人 都要裝在同一個教室 這才是難的 但是非常用心 僅僅做了兩個月 我們就去參加第三屆 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大賽 我們獲得了全國第二名 在那一刻我看到了可能性 2015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東風 吹進了濟南大學 正在讀大二的鄭文珠 偶然得知 學校的未創港澳台橋青年創業空間 正在進行選拔 就一個晚上我們做了一個完整的PPT 整整兩大頁的策劃書 到上台錄演匯報到比賽 在校賽、市賽、省賽、國賽一級級打過來 積累了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公眾演說 還有一些商業策劃的基本功 直到2018年 我本科畢業 開始馬上走向社會 我們離開了學校的這個創業的 浮誇氣質這個平台 正式走向實戰了 當時我們募集到一百萬的這個創業資金 我們想的就是 我們得有個好的門面 六七十萬都花去裝修了 手頭上一回過頭一看 哎呀口袋快沒錢了 那時候非常的緊張 究竟怎麼生存怎麼存活 每天都成為了我心目中要想的 要思考的第一個問題 眼看資金鏈斷裂 他若向父母張口 很可能救他於水深火熱 但正問朱沒這麼做 當時覺得挺丟臉的 就是太冒進了 我們要盡可能的自己去解決 當時也沒敢給自己留後路 留念想 其實創業要對自己狠的 我們當時真的 口袋裡剩下三十個萬 心裡慌得不行 那時候就鎖定一個產品 先打爆一個產品 拋開了所有 我們定點做了一個廣五金的研學團 覆蓋了學生選學校必須要的 城市地域專業大學 都涵蓋在裡面 已經受出非常的火爆 現在我們在全國的範圍內 也有一百多所的高校 跟我們深度的一個合作 那麼到現在為止 我們有一百六十多條原創的線路 我們也比較驕傲 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剛要出來的前一個月 我們就已經實施了 粵港澳大灣區三地高校聯遊的項目 香港澳門以及廣州的高校 反響非常的熱烈 這件事情不僅僅是賺錢 我們對社會又實現了一個價值 因為我自己的夢想是能夠成為一個社會企業家 能夠用商業來推動社會的發展 我們現在準備好的就是關於監東那邊開業儀式的 如果順利的話我們可能17號就可以收到 不順利的話可能18號19號才能收到 它有沒有可能超時呢 我們後備方案是什麼 我們就是直接用我們辦公室裡面的那個椅子 全部抬出外面去 OK 但是今天無論如何那個邀請函是必須要出去的 等一下開立會的時候再詳細的再討論這個問題 本週立會我們的核心主題會優先先解決 香港監東19號開業的細節 第二個我們再來講 我們人才招聘的任務 我看一下順序可能還要再調整 我要兼顧兩個內容 香港要看得懂 我們內地又要看得懂 又要高度的這個凝結 隨著鹽學熱升溫 鄭文珠開始考慮更多跨界合作 陳總 現在大灣區的鹽學已經非常熱了 我們馬上要把一些香港的團隊接過來 設計內容我可以解決 但是我需要的是更多的在地服務的人員 這怎麼辦啊 這個是招給我嘛 因為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的那個目的地的接待 然後也有鹽學公司 然後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車隊 所以這方面應該是可以滿足你的要求的 那我就馬上把一些大學生的設計團隊 還有專業的鹽學設計的老師都帶過來 直接就在這裡開始辦公 立刻把線路把內容做好做充實 我們推出市場 剛剛提供的這個平台 是很好的跟市場跟企業 跟學校結合在一起 它不是單單是為了鹽學而鹽學 我說我們這種組合啊 就是大手拉小手 第一代的創業者帶著第二代的創業者一起走 共創的速度會更快 而且出來的效果質量會更好 就省缺了很多試錯的成本 到時候到時候你們設計一下那個路線 然後我就跟你們這個公司去合作 先把這兩個團做了 OK 從高中開始懵懂創業的鄭問朱 今年雖不足30歲 卻已積累了較豐富的實戰經驗 尤其對內地和香港的不同社會文化 有不少心得 今年的4月6號到11號 我們走上了井岡山 走進了江西幹部學院 也遇到了非常優秀的老師 我從他的眼裡能夠看到了 共產黨人的光芒 那個是穿越歷史 穿越過去 這書本上面無法感觸到的 我就會想到今天我們的大學生 我們的使命 我們的價值在哪裡 我們怎麼跟他們一樣肩負起民族的未來 我覺得現在我們的條件要比他們好太多了 我們能否堅持下來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其實不是說我們開公司做生意 才叫搞創業 我覺得是每一個人都在創業 每一個人都在突破自己 在找到一個合適的崗位 合適的領域裡面 不斷地發揮去自己的力量 在這裡 這首小技的才能 那你可以是